以下內容純屬節目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 又來到這個節目 就是紅星路的解碼 繼續有紅師傅在這裡 又有路費在這裡 今天就邀請到老朋友幾男爵 就是Gentlemen在這裡 Hello 其實我那個就是有點奇異 那天是7月14日 所以變相了很多人的店舖 就灑點銀子在地上 或者會有些飯會拜一下 因為小時候就不知道 我又踩爛了那碗飯 加上碗 你特意的嗎? 不是的 因為那時候在這裡玩捉衣恩 有沒有割選? 沒有割選的 就是這樣反應 然後就回到家 因為我那時候小時候 不認識什麼愛不好意思的 自此那晚之後 去到六年班 六年班 一閉上眼睡覺 就會有一隻眼睛按著你 怎樣的? 你形容一下那隻眼睛? 它是看不到所有的東西 只是看到一隻眼睛按著你 它開始影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那就是譬如我六年班讀書的時候 我有成大半個學期 我都是一日頭上學 就會立刻想睡覺 就算你回到家裡 你就會有一點精神 但是你一出門 你就立刻很暈很睏 一定要睡 媽媽都害怕 然後立刻帶我去檢查路 照顧都沒有問題 然後媽媽就不知道在哪裡 她自此之後就相信了觀音 但是她就不知道在哪裡 找到觀音的畫 圖片 就貼了在我床對面那一棵牆 之後自此就沒事了 我真的想睡覺 對面的感覺 你 responsibilities 我找到你 它是你 你出門的感覺